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而且不只是总坛中的护卫军 更管辖着各地分坛的教众和义军 明教的教众遍布天下 在各地传教行善 一般都受各地分坛的坛主和乡主管制 但是各地分坛的坛主与乡主 基本上都是出身于五行旗 他们都听令于该管各旗的长旗使 这就是说五行旗的五位骑士 实际上是管制着天下的教众 而明教的义军 基本上都是各地分坛的坛主和乡主 在该管之地教众的基础上 在京招兵买马 自行组建起来的 因此 各路义军的首领 其实都是五行旗的旗下弟子 五位长骑士 不但实际上管辖着天下教众 还在名义上 统领着各路的义军 原来长玉春一支队伍 属五行旗中 据木旗该管 张无忌接任教主等情友 以德掌旗使 文苍松使之 午后属下 教众报道 洪水旗旗下弟子朱元璋 徐达助人求见 新修版 以天屠龙记 第25回 可见 五行旗掌旗使 就是名教高层名道中 真正实权在握的人 左右光明使者 和四大护教法王 仅用虚名而已 这就是当年杨顶天 离世之后 五位掌旗使 敢与杨项和殷正天 争夺教主之位的原因 他们也有这个实力去征位 而殷正天 后来之所以出教 自建天音教 就是因为他虽有声望 也有无散人的支持 却手中无权无兵 难与五行旗对抗 招兵买马 建立自己的部队 方能与五行旗分庭抗礼 保留征位的希望 而杨项同样也迅速在总谈 组建了自己的 部署天 地 风 雷 四门 诸二道 那三对人是天音教的 天音教虽是明教旁之 但向来跟五行旗不睦 你们若把五行旗杀光了 天音教反而会暗暗欢喜 阴教主说不定 便能当上明教的教主了 新修版 以天屠龙记第十七回 五行旗在教中的位置这么高 作用如此至关重要 作为该部门的领导 五行旗的掌骑士 自然就不可能会是泛泛之辈 实际上 不要说个人在对应 金木水火土五行中 具备的技能与特长 比如 锐金旗旗任骑士 吴金草 就擅注兵器 后来的屠龙刀 就是他与烈火旗的掌骑士 欣然合力重接的 而后土旗掌骑士 盐环则擅长土木工程 便是他们的武功 也未必在五散任之下 五位掌骑士的武功 不在五散任之下 至少能处武林准一流水平 这也是他们 能胜任掌骑士 要职的根本原因 五行旗掌骑士的武功如何 在六大派围攻光明鼎一意中 表现得较为明显 在六派高手 未攻上光明鼎时 基本上就是五行旗 与回元的天音教 在与六派搏杀 比如武当派 与巨木旗 烈火旗的交手 昆仑派 华山派和空铜派 分别对阵 瑞金旗 洪水旗 和烈火旗 之后 峨梅派也加入了战阵 每一场都是激烈的战斗 而且与之交手的武派 在各自对阵各旗时 都难占到上风 其中 武当派与巨木旗 烈火旗的三次交手 只杀了两旗几名弟子 陌生谷更是还受了伤 当英黎庭跟灭绝师太 说起此事时 灭绝师太点了点头 在他想来 英黎庭虽说的轻描淡写 骑士这三场恶斗 定惨哭一场 以武当武侠之能 尚且杀不了魔教的掌骑士 七侠陌生谷甚至受了伤 他就已经感受到了 五星骑士掌骑士的实力 之后 他与瑞金旗掌骑士 庄征的交手 就印证了灭绝先前所想 灭绝率领峨梅弟子 加入了昆仑派 与瑞金旗的交着战 灭绝一出手 就杀了不少瑞金旗的弟子 庄征见秦士不对 手挺狼牙棒 抢先迎敌 一人将灭绝挡住 时余招已过 灭绝师太大战峨梅剑法 越打越快 竭力抢攻 庄征武夷圣经 依时间竟能和他斗个旗鼓相当 要知道 灭绝在六派掌教中的实力 就只在张三丰与空文之下 他的内力 较之前何太冲 与宋远桥等人还要高 虽然他此时并未出以天剑 但是他的实力 绝对还是在这时期的 武当武侠之上的 庄征能够与之斗个旗鼓相当 说明他的武功 未必会差于武当武侠 小说中更是直接说 他在武林中 实可算得上是一流高手 灭绝能够杀掉庄征 很大程度上 是倚靠了以天剑之力 灭绝师太 常见携走 在狼牙棒上一点 持一招顺水推舟 要将他狼牙棒带开 哪知 庄征是名教中 非同小可的任务 在武林中 实可算得上是一流高手 他天生屡历其大 内功外功 聚真上乘 这时 狼牙棒上赶到 对方剑上魅力 大声呼吓 一股刚猛的臂力 反弹出去 啪的一响 灭绝师太常见 断为三劫 新修版 《倚天屠龙记》 第十七回 除了庄征 其他的几位长骑士 像与华山派交手的 洪水旗唐阳 以首领对首领的交手方式 从他们的战况来看 唐阳应当能与华山派的 先于通或者高矮二老 打个平手 至于空铜派交手的 烈火骑兴然 甚至还有可能 烧胜空铜五老之一 巨木骑长骑士 文仓宗 也是与武当武侠交过手的 武侠之一 并没能杀了他 还有后土骑长骑士 严环在武当山时 也亮过身手 来去无踪 假如以装征的实力来看 五行骑长骑士的武功 应当能在五散人之上 不过 也并非五人都是 兴然的内力 就在铁罐盗人和周滇之下 这一点在后来 重铸接屠龙刀时 小说就有所描写 铁罐盗人张忠 向周滇使个眼色 左手轮辉 两人抢上接替 兴然与烈火齐富时 用力扯动风箱 张忠二人的内力 比之那二人可又高得多了 炉中比着一条白色火焰 腾空而起 新修版 《倚天屠龙记》第39回 但小说这么写 也有可能是说铁罐盗人张忠 与周滇在合力的情况下 比新燃与烈火齐富时 合力高 这里面主要是 烈火齐富时的内力 拉了后腿 但一来比的话 新燃的内力 未必会低于张忠与周滇 当然了 这就是属于钻牛角尖了 综合来看 五星骑掌骑士的武功 至少在准一流水平的行列 在阿浪个人看来 绝对能在 徒有虚名的鹰野王之上 基本上能与英离亭同处一个水平 这也是他们能胜任掌骑士要职 最根本的原因 总体而言 五行骑掌骑士 在名教领导层高层中 是最掌实权的 实际上同管着天下教证 也在名义上管制着各路异军 说是在实行教主之权 也毫不为过 再加上他们各自的武功实力不差 能居当时武林的一二流高手行列 武卫掌骑士又秦同兄弟 因此他们才敢与杨骁和英正天等人 争夺教主之位 锋芒不外露 他们才是最有实力的人 通过他们的实力 也可看出能让他们真正归心的张无忌 是多么的了不起 张无忌武功盖世与仁德 是做到了天下群雄皆归心的境界 好了 本期内容到这里就结束了 我们下期再见 我们下期再见 我们下期再见